据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5号发布的声明 事发列车共212届车厢 4号傍晚南向行经俄亥俄州克拉克县斯普林菲尔德市附近时 大约20届车厢发生脱轨 声明称此次事故不涉及危险物质再无人员伤亡报告 有目击者称 事发时脱轨车厢产生的碎片四处乱飞 场面十分混乱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发地点靠近当地一个露天急事 事发列车上没有乘客 事故导致附近地区电线被毁 供电一度中断 克拉克县政府晚些时候 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已要求列车脱轨地点周边 大约300米范围内的居民就地避险 并要求出行居民避开相关区域 这是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近一个月在俄亥俄州发生的第二起 在全美范围内发生的第三起火车脱轨事故 上月3号 该公司一列运有有毒化学品的货运列车 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城脱轨 50节车厢脱轨或损坏 包括11节运有绿乙烯等有害气体的车厢 对周边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危害 目前善后清理和责任调查仍在进行 调查昆资方 Francesco 在家间的暗庭商нут有肉 他们秘密的行为 祇密提供